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梁牧师 今天有我领大家一同的祷告 再过一个星期就是我们的选举日了 今年的选举不只是选出我们的总统 还有不同级别的领导人 我们也需要为不同的地方议题去投票 今天我们继续为这次选举祷告 如果你已经是以邮寄的方式投票 你今天可以为了一些要在选举日投票的人祷告 让我们一同的祈祷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为这个国家祈求 求主祭给我们机会 我们选出能够代表我们以胜着着的领袖 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可以看到有什么是对我们国家的好处 保护我们不受那些毁了权利和经济利益而欣赏 让国家发展的人的伤害 求主给我们进会里的领袖 是给我们洞察的灵 使我们知道他们参选的真正动机 帮助我们作为公民能尽自己的责任 去投上崇礼领袖的一票 无论谁当选 让我们都学习志祺里派给我们的领袖 我们祈求就是你不要让选举分裂我们 让我们国家能够团结 我们会选举的个程来祷告 能在和平、公平、公开、公正的情况下顺利的完成 让我们的教会和我们的媒体 都可以发挥积极的影响促进团结 当我们要做决定的时候 求主指引我们 我们祷告 西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订阅姐妹平安 感谢神的恩典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继续用神的话语 做我们今天的勉励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 要灵修的圣经 是非爱福音的第十一章 这章圣经 对于我们的整个信仰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触动 特别是我们很多的人 在平时对我们这个信仰的认识的时候 我们很少会思考到有关于复活的事情 然而复活是我们信仰很核心 很重要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的信仰是没有复活的盼望的话 那么我们跟其他的信仰就没有什么区别 之所以我们的信仰与其他的宗教是不一样 除了我们这位又真又活的耶稣基督以外 还有一个当然就是我们今天所讲到的 有关于复活的事情 我们凡信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对于复活都应该有一个活泼的盼望 真实的盼望 当然这个复活不是一个神话 所以我们可以从第十一章的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 从耶稣基督他怎么看着复活的事情来做一些学习 二十五节耶稣对他说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被复活 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你信这话吗 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像玛大玛利亚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挑战 今天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挑战 那今天我们从耶稣所讲的这段圣经里面 我们要从中体会到什么 所以耶稣基督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话就是什么 复活在他生命在他 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 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就有复活的盼望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路加福音里面或者其他四福音里面 也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 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 所以对于这件事情 今天的我们要从圣经当中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去领受这位生命的主 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 所以耶稣基督把自己清楚地表露出来 祂是生命的主 那作为我们这些信靠祂的人 我们今天要怎么样 我们今天要存着活泼的盼望 我们对于身体的离开 我们不要像世人一样 存着绝望的一个看法 我们更要存着一个活泼的复活的盼望 因为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怎么样从死里复活 我们这些信靠祂的人 也照样照着耶稣基督的样式 从死里复活 因为祂为我们做了什么 粗俗的果子 所以我们今天反相信祂的人 我们在祂里面都有复活的盼望 感谢主 这是我今天与各位弟兄姊妹所分享的 也就是有关耶稣基督 祂是复活的主 愿主祝福大家 谢谢 谢谢